把主子养得标肥体壮 经常有新商人的陈石官咨询工作经验 今天就分饮食篇 清洁篇 处臭篇 健康篇四个部分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饮食篇 包括猫粮 猫饭 饮水和零食 用此碗不容易黑下巴 但是我不想长期给他吃桶一款猫粮 担心积累成疾 猫饭就是煮鸡胸肉 后来吃的是即食鸡胸肉 猫咪喜欢活水 我家配了一个自动饮水机 从此不插电就不喝水了 零食基础的益生菌 梦干 猫条就差不多了 清洁篇 似从咕噜大人来了 丝巾就成了必备品 这是搓枣机 这是除岩石泪痕的 这些就是应付他各种弄脏的情况的 这个抽筒包装的运起来很方便 除臭片 最为一直用的是混合猫砂三种颗粒的 除臭不错 还能够充厕所 目前缺点就是粉尘 有遇到好用的再分享吧 猫砂产件用金属的 比素类的好用太多了 除臭机是用了很多种 大概高为两类 拉完去喷的 合层的衣服沙发地板生用的 建议不要用气味太刺激的 猫咪不喜欢 健康篇 猫三连我家打完了 以后每年一次 狂犬怕它有副作用一直没去打 剩余的就是三个月的体内驱虫 和一个月的体外驱虫 可以隔一段时间给猫咪吃益生菌和猫草 目前还没见过咕噜吐过毛球 今天就到这了 双十一造起来吧 有更好的养猫经验或者疑问 评论区见哟